大家好,我是玉兮 我是碧杰 今天聚会的场所已经全部都消毒过了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哦 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在聚会过程中 全程佩戴口罩 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 即日起,教会开始收资源回收物咯 包含纸类、铜、铁、宝特瓶 都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带过来做回收哦 回收车就停在地下车道的左边入口处 让我们一起把家中的资源回收物带来教会 做建筑的奉献 聚沙成塔,积少成多 神必大大使用这些金钱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仓房中收众百倍 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平息 教会发起了24小时的祷告 地点在红运文创三楼 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守望 红运青少年管弦乐团开始招募咯 欢迎10到18岁的青少年一起来报名 红运文创提供一个青少年可以学习音乐 展现自信的平台一起来加入 报名请下红运文创 行安琪小姐 POWER英文成长营要开课咯 我们有英文独具班 篮球班 桌游班 还有很多丰富的课程 各班都还有名额 欢迎来报名哦 请下临家传道 从今天开始 每周日下午固定有成长营篮球班的课程 在地下停车场 请各位弟兄姐妹在两点半之前 将您的爱车移至一楼停车区域哦 红桥乐林学堂即将开学咯 欢迎台南市民55岁以上民众报名参加 我们的课程完全免费 有体势能活动 银法族健康讲座 社会议题 乒乓球活动 旅游活动 另外我们还有乌克力力班 电子琴班 陶笛班 书法班 合唱团以及电影欣赏等丰富的课程 欢迎大家报名 每堂课满十人就开班哦 我们中午提供午餐哦 每人每餐只收三十元 还有交通车接送哦 红桥乐林学堂地址就在 台南安平工业区新中路十四号 报名请下杨总干事及邱干事 FM89.1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 晚间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采访到陈建章弟兄 主题是走过死因幽谷的罪人 以上就是本周教会消息 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身体健康 百毒不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